2007年在走出去政策的支持下 以红豆集团为首的四家中国企业 取得了与柬埔寨企业共同合作 打造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项目的机会 按照正常发展方向 这里经过跨国企业开发 应该经济繁荣区域发达 集合着大量东南亚乃至世界最有发展潜力的企业 然而西港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大家预想的一样 反而在外门邪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成为东南亚最大赌场的基础上 发展出了一系列以西人血为目的的产业 血奴 色情交易 毒品 电炸 无数的标签被贴到了柬埔寨的头上 西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魔鬼天堂 那么当初柬埔寨西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曾经的它是什么样 未来又何去何从呢 近几年来 关于我们的东南亚邻居 缅甸因为诈骗团伙密集 始终处于大家关注的C位 这里让生活在新中国旗帜下的我们 见识到了人性的极端黑暗 然而就在缅北诈骗不断刷屏的时候 去年江苏一位理性男子 在柬埔寨西港被多次抽血 导致病危的血奴案 活生生让柬埔寨的黑暗 记录大家事件中 原来对于普通被骗民众来说 柬埔寨和缅北诈骗几乎是一路货色 都是这样的使人命为草芥 是真实存在的人间地狱 据这位姓李的小伙子描述 当时自己因为朋友的邀请 坐船到达西哈努克港后 被人以1.85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西港园区内的一家电炸公司 小李在被卖到窝点后 不想从事诈骗产业 也不想欺骗无辜民众 还多次逃走 直接惹怒了园区的负责人 在感觉到小李不会提供价值后 园区负责人 则利用了小李身体的最后一点优势 抽血卖血 高达七次之多 这件事在当地可能是心照不宣 但在国内民众还普遍不知道该情况 一时间随着小李被解救后 接受采访 大家才真正知道 柬埔寨西港的黑暗与罪恶 无独有偶 不到25岁的小伙王某 也是被卖到西港网头诈骗公司的受害者 不过他的工作是制造更多的女性受害人 在诈骗公司负责人的安排下 他成为了杀猪盘的一员 每天的工作就是需要在某知名企业查询网站上 寻找一些单身中年女性法人和公司负责人 随后他将扮演一位成功人士 吸引这些女性成为他们的网络男友 在得到女性的信任后 诱导他们去某网站投资 在对方的钱财被消耗殆尽后 直接上演原地消失 王某也不想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工作 可电诈公司的负责人根本不允许 作为老员工王某每个月都有几十万的开单指标 不达标轻则殴打 重则真的实现原地消失 像小李和王某这样的人 在西港还有很多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非常多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骗来这里的中国人 在公司的控制下 从事非法的诈骗工作 然而这些也只是出击罪恶的公司 只谋财不害命 可西港并不是只有电诈产业 还有你想不到的罪恶和黑暗产业 贩卖器官和血液并不少见 种种情况不禁让人疑惑 当初中检两国合作开发西港 本应该是一件利过利民的好事 怎么会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步伐之地呢 说起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 就不得不提起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就长时间居住中国 致力于中检关系友好发展的 西哈努克期望了 西哈努克港就是以此命名 本意是想要延续中检两国合作友好 共同发展 让柬埔寨经济腾飞 可谁也没想到最后的走向 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偏差 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西南海岸线上 一颗最闪亮的明珠 这里有纯净的海湾 白色的沙滩 亚热带风情 风景优美 景色秀丽 还建有国际机场 方便国际交流 早在1998年 柬埔寨方面为了吸引外部投资 将西港对外开放 很快就将其建立为柬埔寨免税区 以西港的自身条件来看 这里其实更适合发展旅游业 再加上港口区域内基础设施完善 西港发展什么事业 都有一定的基础 可守着这块金香玉 柬埔寨竟然把它的优势 用在了想象不到的地方 2016年 柬埔寨借鉴深圳经验 想要将西港打造成为 小深圳经济特区 事实上 西港的发展 没能走上正轨 除了自发选择 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上世纪70年代 柬埔寨内战后 国内经济凋敝 由曾经的粮食出口产地 变成了粮食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 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柬埔寨决定 开始着重扶持国内产业 理论上发展工业 是一条相当稳妥的大道 可与之相对的是 工业发展上的较大投入 而且资金回流的时间略长 柬埔寨等不了了 于是选择将投入较少的文化旅游业 当作发展重点 可旅游产业兴旺的前提 除了要有风光景色 还要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和人文设施 换句话说 就是有景色的同时 要有现代化先进设施进行配套 柬埔寨 哪有钱来配套基础设施 于是文化旅游方面的发展道路不能选了 恰逢当时泰国的赌博业 受到冲击一蹶不振 这就意味着东南亚缺少了这么一块产业 柬埔寨便将目光瞄准到博彩方向 决定将西港打造成另一个赌博天堂 先是制定相关法律政策 将赌博合法化 随后又开始大量发放相关牌照 吸引博彩公司入驻西港 为了让博彩行业大方异彩 柬埔寨为此投入了诸多心血 甚至可以说是无底线 只要给钱给抽头 那就可以进西港开赌场 不管你是线上还是线下都无所谓 凭借这些便利条件 柬埔寨顺利接手大部分东南亚 和来自西方世界的赌徒 他们每天在西港纸醉金迷 做着空手套白狼的美梦 实际上沦为了博彩赌场的韭菜 随着其他非法产业的衍生发展 西港变得越来越乌烟瘴气 柬埔寨赌博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 是在2016年到2018年之间 这一时期西港涌现了大批投资者 其中绝大多数就来自中国 选中赌博这项来钱快的产业是必然趋势 毕竟在柬埔寨赌博不仅合法 还受到当地政府扶持 因此这里很快就成为了东南亚赌博胜地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柬埔寨成立的163家合法博彩公司中 有91家集中在西港 疫情前 西港内部每天都有大量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赌徒 值得一提的是 在发展博彩行业时 柬埔寨竟然还保持着相对清醒 鼓励外国人来赌场消费 却对本国人赌博进行了严格限制 甚至还进行了法律约束 可在大环境一团败蓄的情况下 柬埔寨又能坚持多久呢 我们都知道 黄赌博从来不分家 在妄图成为第二个拉斯维加斯 第二个澳门的幻影里 柬埔寨逐渐沉沦 在博彩行业的周边 其他非法产业像野草一样开始疯涨 首先是黄色产业 西港在很多年前 就是当地有名的风情区 不少生活不下去的民众 选择了自甘堕落 在赌博业兴起后 西港的人越来越多 色情产业面对的客户也多了起来 进而发展得相当完善 很多家庭走上了发展色情事业的道路 甚至能得到全家的支持 为了赚钱毫无底线 其次就是吸毒贩毒 很多喜欢看黑帮电影的人应该清楚 赌场除了提供娱乐生活 其更大的价值应该要输洗钱了 他们去西港真的都是为了赌博吗 恐怕不见得 为什么总说赌场周边伴随的都是非法产业和黑色产业 就是因为赌场是洗钱最好的方式 也是看起来最为合理的方式 至于黑色和灰色产业 多数都是贩毒 人口买卖 器官贩卖等令人不耻和恐惧的产业 以贩毒和人口贩卖为例 柬埔寨冰毒的激活量则在从2014年到2018年增长了700% 人口贩卖也从2015年到2017年 受害者增加了425% 当然 西港最多的还是博彩行业的罪恶 由于监管不利 以及我们对于犯罪的打击 有不少非法产业转移到了柬埔寨 电信诈骗 网络赌博 他们以各种你想象得到的方式 如网链 高薪招工等方式 将人骗到东南亚 在暴力威慑和胁迫下 成为了电诈产业园区的工作人员 西港在这些非法产业的共同作用下 逐渐成为了犯罪的温床 非法持有武器 绑架 敲诈 勒索 谋杀等恶性事件 仓出不穷 那么柬埔寨政府 针对这些犯罪活动就毫无作为吗 即便一开始 这些暴力产业因为来钱快 给当地带来很大收益 可之后随着事态发展 已经变得逐渐失控 事物的两面性在柬埔寨完美呈现 在给国家带来收益的同时 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当利弊逐渐失衡 甚至弊端大于收益时 不管是地区还是国家 都已经走上了发展的错误道路 2019年 柬埔寨政府再也无法忍受 来自外部的施压 以及西港带给国家的不良影响 于是他们找出了犯罪的根源 赌博 并在当年颁发了一项禁毒令 为这场以博彩为重点的虚假繁荣 按下了暂停键 在其政策之下 赌博事业受到了严格限制 一些以赌博为依托的非法赌场 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一时间大量依此为生的投资者 为了减少损失 开始撤出西港 有数据表示 单单中国人就出走了接近九成 花式产业更是大面积倒塌 只一留下了 现今东南亚最走敲的电榨等网上产业 他们还在发布招工信息 又或者是包装了数不清的高质量男性 用以吸引富豪上大 或者骗人或者偏财 干着不入流的购当 依旧围绕着犯罪的红线反复横跳 就在今年11月 中缅双方开始联手打击缅北的诈骗团伙 缅甸方面更是交出电榨园区中 势力最大的民事家族成员 该行动也促使着缅北地区的诈骗集团 纷纷外逃 举例最近的 最成熟的就是柬埔寨 其次还有专家表示 其他东南亚国家 如泰国以及迪拜 都可能成为电榨分子的第二个集结底 不可否认的是 如今的柬埔寨 大有希望成为第二个果敢 原因是 这里非法电榨 事业猖狂 政府腐败严重 这些都是温养电榨 和网络赌博行业 必不可少的养分 如今的西港 虽然满目疮痍 基础建设 依旧未能和西港地区的 虚假繁荣相匹配 但其并非没有翻身的发展机会 天堂和地狱 只是一念之间 想要重新走上正轨 只能忍痛进行刮骨疗毒 其本身的条件较好 是柬埔寨最大的港口 也是柬埔寨最重视的经济特区 在自身条件上 还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迷人海岸线 在经济产业上 柬埔寨的赌博业发展 并非一蹴而就 既然已经进行了严格限制 那么剩余下来正规赌博场所 还是可以一流发展的 就像澳门一样 真正成为较为规范的娱乐场所 并以此为依托发展正规产业 例如旅游 酒店 餐饮 购物 以及利用特区的优势 发展轻工业 纺织业 电子机械 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 都是可以选择的正确发展方向 但前提是 需要扫清现阶段西港内部的 残余非法产业 如网赌 诈骗等等 如果不加以限制 让其有机会卷土重来 那么 西港恐怕无法走上正确发展道路 究其根本 西港缺少 就是治安环境和约束政策 双管齐下 或许未来的西港 真能再找出一条适合它的发展道路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小深圳 通过了解西港的发展轨迹 其实是有点后怕的 如果当初的深圳 没有进行严格约束 是不是也会走上不好的道路 不过这种假设也不会存在了 深圳用自己的繁荣经济证明了 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至于西港能否抄作业力成功 未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史 回复001即可观看